福登 替我去寻一些书解 要那种 只叫人勤勤爱爱 不缺人向善的 我都要 女公子尚未嫁人呢 不看圣人典籍去看这些 有些出阁吧 我让你去你就去 否则我回都城 我就跟连峰说 你如今翅膀硬了 不听我的话了 你看他如何收拾你 别 女公子 福登都听你的 但求女公子 在连峰面前 都夸夸我 只要你能帮我寻来 所有叫人如何做夫妻的书籍 我定教你夸的 天上有 地下屋 我 福 福登这臭小子 哪去搞来这些阿萨的书 没眼看 你这是没眼看 这么多 叉叉 不 不是我 你在窗户外干什么 吓我大跳 听完福登说你在苦夺 特地来送脚 给你助力的 你还要 was to stand there 从拾下屋 给你 这是我的 你没有我 我还要有两天 那我还要不要 你现在要是 把你干一个 我还想要是 你现在要是 你就是 把我的付掉 我还要都是 那我还没安静 你所以我就算这个 我当时我会 你不要 好呀 这种 你现在只想要是 怕什么 你看到了 看到了 我们儿龙聚在一起 也是常看的 你说漏嘴了 没想到啊 你们这些儿龙凑在一起 竟是做此等龌龊之事 孔夫子曰 十色性也 何来龌龊 再说 我又不常看了 孔夫子说的 那应该是没错 那不如 我们一起学习学习 甚好 嗯 这都是画的什么东西啊 宇郎旭亲亲我我 要做小伏笛 什么 取义成婚 我呸 什么东西 为何现在这些书简里 就不能写 宇郎旭一起开地阔土 建造建设 对啊 说的都是一些新年往事 如今女娘们各个洒爽能干 为何不能开天必地 大有一番作文 这些 只沉迷于情爱的小书简 都把小女娘们给教坏了 在我看 世间最美好的情爱 那就是并肩而行 而非是一高一低 一主一福 你与我 这样并就是最好的 说得好 这世上的情情爱 有了无定论 只要两个人相处 合适必要好 嗯 喝酒 清理一下 你让我 لم 要俩 倘舌 若是陈伯夫人 始终反对你我 你是否还愿意与我一起 不是叫最近 矮小时 你放心 无论我阿牧如何反对 我都要与你必经而行 不过现在 我们真得好好想想 如何谈情说爱 此刻我们两个人 不就是在谈情说爱吗 还要学什么 是啊 你真是句句话说到我心坑里了 如今我们就是在谈情说爱 为何要跟书简上学 到时把我们的故事 在写进书简里 让他们跟我们学 说得好 继续喝 我若当初听了 长辈的劝告 与皇府仪澄清 如今还能有这般舒心日子 你我虽为长辈 但也并非事事都能料对 这鞋子何角与否 得穿的人才知晓 这与谁过日子舒心 只有自身最为清楚 你也觉得我不应该干涉他 那师傅且说说看 究竟哪里不满意楼瑶了 能听闻你气得不得进食 便送来各类吃食 哪怕师傅此刻要龙肝奉随 他也能给弄来 不是此还不够吗 楼公子倒是个支礼术 懂冷热之人 可是楼家二房的近况 我不能看着娘娘 往火坑里跳吧 师傅不如换个想法 那楼家二房示弱 人丁担保 寡母长兄 子博会欺压娘娘 光如今娘娘带人街舞 和风细雨懂得体谅 这婚后 必定能相处融洽 师傅 是还有庞的想法 若将来泱泱的夫家 没有楼市门地高 我担心葛氏会心生埋怨 再者说 泱泱为长 礼当仙价 若鸟鸟抢了仙 岂不遭人闲话 又来啦 师傅这心理 总是规矩大过于天 我早就跟你说过 这佳雀和雄鹰 怎能一般养 这鸟鸟的相貌秉性 是遮盖不起来的 羊羊自有她的好处 将来也会姻缘美满 若顾及这些 而耽误了鸟鸟 那更是师傅的 大打不该了 弟父就不必相劝了 这门婚审 我是定然不会同意的 四夫若真要退婚 我看也不能这么 公然地宣之于众 那娄家非小门小户 若如娄家第一次退婚那般 闹得沸沸扬扬满城皆知 那娄家脸面如何挂得住 你以为娄家会像对河家那般稀释宁人 我知四伏下决心 那定是石头牛也拉不回来 如此不如听我一计 偏你主意多 说不 说吧 这世间男女本是如此 也许未必有多深的情谊 可若父母阻拦 他们便立刻觉得 自身是对苦民燕养 生死不离了 若师傅真想考验鸟鸟的真心 不如暂且放手随他们去 没多久 他也许会自碰难枪回头 不可以